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如今的红团长 我是第一次参加这个 你对的话筒一点 我是在1951年属兔子的 51年 我是要看身体健康 我看看啊 51年属兔子的 你的腰椎啊,腰很不好啊 腰,听懂吗? 听懂 你的骨头啊,你的腰椎肩盘啊 有点歪啊,有点突出来 所以你时间做了久了 你这个腰很酸啊 是啊 是啊 还有啊 你过去没那么胖 是啊 你现在越来越胖 胖的不是脸上 胖的是肚子 是啊 我在国外回来 他说什么 你说什么 我在国外做工回来 哦,在国外 做工回来 哦,也不远 你这个国外很近的 去很多国家了 我想问台长 我的兔子是什么颜色 白的 兔子 白色 白色 以后都穿白色的衣服 白春山 我告诉你一句话好吗 好 你这辈子很辛苦 你会 你在国外 其实也是做得很辛苦的工作 台长就不想讲了 我看到了 我知道 我就告诉你 注意身体 关节不好 不要太卖力 明白了吗 明白 因为你这辈子收拾来还债了 你是玩 还你孩子和老公的债的 我还是单身 单身吗 就是还你孩子的债啊 明白了吗 那我该怎么办 怎样去 你姐姐 你亲戚有一个孩子 很喜欢你 你认他做过干孩子吗 没有啊 你有没有一个姐姐哥哥 什么 就是他的孩子 你从小很喜欢他的有吗 没有 是一个小男孩 我只是在 有一个我的干女儿 真正的是干女儿 现在闷大了 就是这个女儿呀 干女儿 长得 长得比你好看一点点 不是很好看 我告诉你 你欠她很多 所以我刚刚看图腾 你命更当中就有孩子 明白了吗 这个干女儿一来 我告诉你 你自己可能就没了 不是很小的啦 我是收他干女儿 是 那时我才 五十多岁 对啊 五十多 他已经都二十多岁了 对了 我不是刚才说很大吗 这个孩子不是太好的 不太好 你好好的 随缘吧 OK 好吗 你是欠他的 我欠他的啦 好了 那么我需要怎样去 帮他念经吧 帮他念什么经 我就告诉你 你这个干女儿感情运不好 感情运不好 嗯 他已经来分了 我告诉你好吧 啊 结婚几年了 有五六年了 夫妻感情非常不好 对不对 不懂 不懂 所以你们这些不懂 等到你懂的时候 你就来不及了 或者 你早点帮他念经吧 因为他怕我挖石巾啊 或者什么 所以他就 不讲给你听 不讲给我 他的男的欺负他很厉害的 是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好了 我不想多讲了 你因为什么都不懂 帮他念经 念什么 心经 每天七遍 每天七遍 往生咒 二十七遍 二十七遍 大悲咒 三遍 大悲咒 三遍 心经 七遍 还有往生咒 二十七遍 二十七遍 对着嘴巴一点话筒 要不要放生呢 放生无所谓 随缘吧 OK 好吗 好 你自己当心 我 我知道 我告诉你 你自己当心 是 你的身体 最主要是心脏 是 是 我还有问 我家里 我问我的父亲 林千上 我忘记他几十过世 但是我们家里的兄弟姐妹 还是 姐妹没走 你告诉我名字就可以了 OK 叫什么名字 林千上 林 千 千须的千 林千 伤心的伤 伤良的伤 是你爸爸 是 对不起 是不是 善良的善 哦 林千 善 哦 你爸爸很好 哇 你爸爸 活着的时候 经常帮助人家 而且他很善良 对呀 你爸爸已经在天上了 已经在 预解天了 是啊 谢谢 你爸爸个子蛮高的 啊 对不对啊 对 眉毛蛮浓的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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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眉毛两边空的很大 嗯 啊 嘴巴也蛮大 哦 OK 好了 啊 没什么 谢谢 好了 在天上了 OK 拜拜 好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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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